昨晚凌晨錄得133宗個案 其中7宗是輸入性個案 大概71宗和其他個案有相關 不過這個數字可能會改變 因為我們還在調查 其餘55宗是正在調查中 未找到源頭的個案 輸入性個案 其中有3宗都是印度輸入 其中有2宗是海縣 1宗是貨櫃的機師 不過已經離開了香港 去了蘇聯 而其他相關的個案 50宗大約是和家人相聚 一起住的個案 其中有其他聚會或工作的地方有些爆發